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首先在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我要去讲另外一张图 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想到筛选 就是说我这边有22个县市 我想看台北市 我就看台北市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做这张图 所以我们先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点选空白的地方 再点交叉分析筛选器 接下来就是区域别 区域别 如果说我们想看台北市 你看当你点了台北市 这边内容是不是直接改变了 请问一下 所以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其实台北市的人口减少 好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这边还是停留在从2020年 因为它是以人口总数来去做的一个智慧描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会特别针对台北市 是2020年8月到2021年 而2022年8月之间 可以吗 刚刚我们这边是不是看到1.1 台北市这边看到是5.89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下降的更多 请问台北市 你看完 它其实人口数减少的比例 在2020年到8月到2022年8月 它其实减少蛮多的 再来看 再来看我要请你们看桃园市 桃园市上升了 有看到吗 桃园市真的人口在上升 因为现在就是在讲说桃园市 哪一年会就是反超台北市 在人口数的表现 这样可以理解吗 剩下四都就换你们来去看了 这样会看吧 好请你们 1.空白地方点一下 2.交叉分析筛选器 3.区域别 你就做好这个筛选器了 你放心我等一下还要再讲 交叉分析筛选器 3.区域别